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呢 带大家来的是淡水大拜拜 然后呢 我们直集的是淡水南北宣 就是呢 我们百年历史以上的老字号宣秀 那在我身边这位呢 是简友庆老师 大家比较熟 对 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 友庆老师有研究妈祖有 在台北地区常常看到我们友庆老师 因为关渡妈在哪里 她就在哪里 那今天呢 她来淡水南北宣也算是支援吗 算是友情高贵这样吗 因为我参加南北宣也快十年了 哦 声唱不露 老师除了研究关渡妈之外呢 她原来在宣社服务也已经超过十年 然后刚才呢 一路上其实 我看到老师演奏啊 这个通鼓之外呢 她还会唱这个卦词 北馆卦词 对 北馆的卦词 那老师要不要现场跟我们小唱一下 真的吗 会不会很奇怪啊 因为清唱 没有配乐 老师可能有点比较难上 不然等一下看看有机会的 有机会 等一下我们再跟大家介绍一下 那个老师现场live有配北馆 老师可以跟我们讲一下这个卦词 它是什么样的意义吗 它其实是从那个戏曲里面来的 因为它那个词里面它都有一些意境 哦 比如说像我刚刚有唱那个旧藩竹马 那它那个其实就是那个藩兵 然后打仗 它的那个歌词是这个意思 哦 所以特定的曲子只要有出来 然后配合那个挂词就可以现场就是live这样子 应该说就是有特定的曲牌它就是有词那就可以唱 有的曲牌它没有词 所以它刚才演奏是曲牌刚好 所以那不是乱唱的 是乱掰的 不是现场即兴rap 是要有那个曲牌配那个挂词 那曲演奏出来之后刚好那个有挂词 老师就可以现场唱这样子 就等于说它这个曲的词是固定 是这样子 它的歌词这样子 所以老师刚才有跟我们现场 因为刚才直播的时候可能有些观众有看到 有些观众没有看到 那没关系 待会如果有机会 老师会在现场再唱给大家听 那今天淡水大拜拜 我们是在拜什么呢 老师跟大家解释一下好了 我们今天祭典的主神的话是清水主食 所以是在贏周淑公 周淑公 那周淑牙是什么呢 因为有些人可能会误用周淑牙周淑公 傻傻分不清 老师要不要跟我们解释一下 你刚才讲我们 讲周淑牙的话呢 就是行业守护神 就像说我们刚刚的那个北馆 我们北馆拜的是西秦王爷 然后我们是属于旧路的 那新路的他就是拜典独元帅 那那个就是他的主 我们的祖师爷 哦 祖师爷 所以祖师爷是算行业守护神 比如说像是鲁班公啊 或者是像剃头殿 是那个铝洞兵啊 这种的 那祖师公的话就是 因为他的封号是祖师 所以我们闽南话都会习惯 后面加一个公代表尊敬 亲近的意思 就像妈祖后面加一个婆 哦 妈周伯 妈周淑公 所以今天我们在赢的 这个淡水大拜拜是 是双周淑公 所以呢 周淑牙是一个小物用 可能小编刚才也有 也有那个恐物 所以经过老师给我金证之后呢 是双周淑公 好 现场那个 刚才有粉丝 用的粉丝吗 大家其实一路上都有粉丝 跟大家那个打招呼 很开心那个遇到大家 然后老师今天是暗访 暗访是访什么啊 好像台北的庙会都会有暗访 跟政治绕境 那暗访是访什么啊 其实一般我们大家的普遍的印象就是说 如果对于有暗访的神明的话 通常都是什么司法的神 比如说像青山王啊 城隍爷大众爷这一种的 对 暗访 那可是周淑公为什么会有暗访 对啊 其实他的这个历史就是要讲到说 因为以前在日治初期的时候 我们淡水它是一个港口嘛 那时候从清代一直延续下来 那就是会有一些那个传染疾病 这样子在淡水蔓延 那所以后来那个 大家就是无计可施的时候呢 就请这个神明能够保佑 我们这个瘟疫能够消除嘛 那以前的人的想法就是说 这些瘟疫就是这些不好的 这些恶鬼在作乱 那所以呢就是请这个周淑公呢 来出巡 因为其实那个时候淡水人 为什么他会想要请那个周淑公 来替他们解决这个事情呢 因为其实周淑公他的这个造型 你有看过吧 是 他是会掉鼻子的 掉鼻子 对他会弱鼻事情 所以他其实在整个北部来讲的话 他的信仰就是 不管是有什么大小事情 瘟疫啦 或者是农作物收成不好 有虫害 跟关渡麦一样 大家都会想要请他周淑公去出巡 那所以呢 那时候淡水人呢 他也是想到 我们请这个周淑公来 这个秉除这个瘟疫 那那个时候的这个 习俗就是说 我们要贏暗境 就是 其实很多神都有 像关渡麦也有 那就是特殊情况的时候 那后来就发现说 这个效果还不错 那所以可能因为这样的关系 就把这个习俗延续下来 所以淡水街的这个周淑公的祭典 就是有两天一个是暗房 就是把这些不好的东西 那就是除了瘟疫之外 还有一些比如说 什么灾害什么的 那希望能够把它给 扫除 那所以我们特别就是 在暗房的时候 还有这个老三组 对 他会出去外面先去安娘 然后呢再就是去那个结界 然后把这个不好的东西呢 赶出这个淡水街的这个境外 这样子 所以观众朋友 我们大概两点多的时候 有跟大家直播这个 我们的老三组安四方 那个 对对对 然后他会在整个大淡水地区的四方吗 东西南北 东西南北 就是一个我们淡水街 因为今天是算淡水街的拜拜 那其实周淑公他很两干 很多聚落他引擎 所以除了五月初五初六之外 明天初七就是轮到三织去的 他就以前早期还这样一直轮到石门 然后之后再轮到那个北新庄那边 回来 对五月十七是在那个北投大屯国小 然后以前还会上到 噢 所以他是一个wrong的概念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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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之后呢因为六月七月老祖 以前这个祭典是跟着同来老祖走的 所以这个六月七月老祖是放在这个蒙甲清水盐 所以到了八月其实八月初一开始 那个淡水周边的这些农村又有这个清水祖师的祭典 跟这个秋季的那个拜土地公结合在一起 那周淑公等于是很忙 真的很忙 跟关渡妈一样 还有慕渣的保依大夫也是这样 就是他们都是走一个wrong的概念 对对对对对北台湾走偷偷这样 北台湾就是北台湾的信仰圈好像都是一个大家一起的那种概念 所以周淑公的信仰不只是在淡水喔 他是整个台北地区 还有跑到宜兰去 跑到宜兰 跑到宜兰去 宜兰在哪一个地方 宜兰市区啊 还有好像苏王那边也有 所以我们周淑公如果有机会的话呢 小编会带大家到庙里面看看我们的那个调壁子 拉皮老祖 因为其实现在就是老祖从2016年开始农历六院的时候 他就不给人家引擎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是 传说他是宋代那个时候留下来的神像 对对对所以很宝贵 那所以后来就是用其他的分身 可是其他分身他也是去仿造这个老祖一样 他就是把那个神像也是 雕好之后再把它 故意削掉再用香味粘上去 所以还蛮有趣的 好 那有机会的话呢 待会我们再到大家到庙里面去看看 对对对去看看 非常谢谢 应该是现在庙都出来绕镜了 现在都出来绕镜 所以现在庙里面是看 欸老祖也会请出来绕镜了 没关系 等那个路庙你就看得到 路庙路庙 所以现在老祖是那个on the way 在路上 所以他没有给人家请 但是他自己淡水大拜拜的时候 他还是会出来的意思吗 对对对他就只有特例就是淡水 这个五月初五初六 这两天他会出来 只有五月初五初六 可以看到老祖就是on the way 对对对对 不然平常他都是坐在庙里面 坐在庙里 对不对 好 那我们明天呢 你看相信有庆老师才登场 几分钟时间那个摄影师 嗯 才一下下来我们马上就是马上懒人包 就get 超迅速的了解 不只是淡水大拜拜 是整个北台湾的这个民俗知识 所以明天我们还是会邀请有庆老师 有庆老师呢 他两天都会跟着淡水南北圈 那等一下呢 说不定我们还可以看看 听听老师现场live 非常谢谢老师接受我们的 好不会不会 老师其实很忙 好不好 老师很忙 然后在北台湾他是重量级人物 没有啦没有啦 代表小学堂 谢谢老师 就是接受我们的访问 明天还是要打扰老师哦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老师跟大家说拜拜 拜拜 待会见喽 好谢谢 太强了吧